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已经穿我妈两个膝盖特别宽 我一盘 我腿盘不上 就盘了之后身体并不稳 我说两腿一把身体应该很平 对对对 完全不稳 是垮步的 就是你的要个垮步的问题 拉不开 拉不小腿 腿宽 他这个坐 跪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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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跪坐腿麻烦 跪或者打坐 或者坐在凳子上 其实所有的不过就是为了 因为双盘他为啥要双盘呢 或者单盘呢 他盘的目的是人体的一个 就是这样呢 就是人体容易中正 而且尤其是人不二脉 这些上半身的气脉 很容易就是仓头 我觉得而且对能量的聚集 还是比较快的 就是这个 这样子 这样子一个坐姿还是比较好 如果实在不行 坏个这样子也不能 开屋是可以的 你说我坐着坐去 因为现在 因为你在学上经典 通过经典的里边 佛的开始的加持 威力的加持 你再加上 你坐在凳子上 也同样的开 但是你要彻底 圆正去空性的话 不会进坐 不会踩地 就是不会盘腿 确实是个遗憾 就是圆正气脉的 全部转化 就算贵坐也待机不了 双盘是最好的 就这么多年 我比较下来 还是双盘是 最转化气脉的最好的 但是始终是见地上 你要和圆 已经偷达了 借性了 借空性 然后在圆正方面 我觉得这个 真的是蛮好的 就是打坐 打坐 双盘 就对气脉的身体 气脉的转化 还有这样 单盘也可以 但如果实在不能坐 那就是胃啊 或者凳子少 那也可以 或者站庄 站庄 我觉得也蛮好 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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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着比直着 就站在那儿 重视不动 然后就 跟静坐是一样的 一定要脑子不乱想 不用不用 你就站在那儿 把手拿起来 而且两个手 你最好也就像 金字塔一样的 就这样自然的 吹到两边 就这样 以这样一个姿势 站着呢 就是就像一个 金字塔的 自然的站着 两脚呢 站成与肩膀同宽 比较稳 肩膀与肩膀的宽度 站着也可以 但是呢 最主要是站 站不久 因为你站在 如果有空尘 或者什么 你就会倒下 不过这个也是看 人家印度有的 其他脚脚 有些人 人家单腿站在那儿 还是不定 有一个印度脚 有一个 就是 人家单腿 一只脚这样子 拿起来 它那个水苦行了 一只脚站在那儿 人家这个腿上 地上都那个草都把那个 长起来那个苗都 把腿都缠着了 人家也没倒下 还在那儿入定 我是看功夫了 嗯 他们说两个腿盘起来 能量才会往上 只是说原来 对气脉的转化 双盘呢 比较好 但不能说 它是 它是 双盘一定能转化能量 转化气脉 我觉得这也 看 因为末法时代 大家都是修行过的 舒适修行过的 也许站着坐着都可以 就不要局限在一朝一世上了 其实 始终还是心性的 到最后你要不能离向的话 任何形式都没用 但是你 你通过气脉的 打头唱开 再打开 去离向也是可以 但是你要是执着的话 哪怕执着一粒微层的 根层里边 你执着六根 六层的一点点执着 你再做也没有 就是 你不能离向 离向你才是一切法 离向你才能原证空性 执着我们肯定是没原证 没破那个微信的 也许大家 其实很多学校 大概现在的证量 都是最多是证到 这个世界的很多是不在乎 就这个世界的很多是不在乎 但不在乎你微信呢 你六根没破完 你六根 其实问题是外法有这么多 六根六层十八件 外法有这么多 但是它最最打劫的那个地方在哪里 就是说最根本的就是六根嘛 你六根还在分别嘛 你本能的分别还在嘛 白的黑的 白的黑的 是吧 时间空间 现在的晚上你逃不掉的生老病死 你生灭法还在这 六根根圆通啊 六根合一啊 六根合一啊 就是 互用啊 达到六根互用啊 那修老师说的耳根也还可以吗 你眼根耳根 其实耳根圆通也是个入门 就是包括你哪一个根 所以叫耳根也都是个入门 其实一进去 其实只是从声音 刚开始不是大家散乱嘛 其实是耳根也都是适合初修 就大家散乱把声音让你安住在声音上嘛 就是你的心只要有个落处嘛 不是你声音 你坐在那那个心往哪放呢 是吧 刚开始又散乱落在声音上 但到很快你就 你就不知道声音是从里出还是从外出了 就没有内外了 你就不知道那个声音 因为你一专注了 声音已经身心内外都分不清了 就没有什么 当你就是慢慢的 到最后你声音只是一种感觉 就不是哪有耳根这种事了 就是声音是你感觉到的 就没有说是修耳根源头 当你修到绝语所绝空的时候 绝到声音的时候 那一刻 你耳根已经不是在修耳根了 你只是在修心 已经修指观了 一码是 只要一突破最初的那个 其实六根已经不 你不是说只是在单修耳根了 你看耳根源头关系 他第一步是维于所绝 马上就绝于所绝空 这就是到止观的境界 就绝而不动而止观 这都是一样的 到最后就马上就已经 就 所有的修行法们都会合到一块去 只是刚开始从声音入门 因为你刚开始很散了 这就像你修指观 你念身佛号入门 你持咒入门 你也只不过是意念放在声音上 好像从二根 主要六根互用的 你要是想圆正空性的话 六根是个黏着 这个六根是个黏着 是你始终把你从办法里面隔离出来 自我始终破不尽 六根互用以后 自我才能消失彻底开解 否则你就是个时空 你就是个时空 你是迫不尽我指的 所以这一点才是圆正 所以不是说你不在乎 这个世界上的一些 一些外在的东西 就是正空性了 只是四万八千 只是说你能够 你在乎不在乎 并主要重要的是 你能够离向 就是外在的 外在的红尘里面的一切 包括你身体的绝授 酸麻冷罩头 情绪啊 欲望啊 习气啊 这些东西它能不影响 这叫离向嘛 刚开始离向就是 不必进转 不影响你 这叫离向 是让你离向 不是让你业务这个世界 或者喜欢这个世界 这是根俩嘛 那是欲望 你肯定有业务的 有喜欢的 肯定有嘛 是让佛氏说 歇除离向 因为更成是个幻境 歇让你从幻境里离出来 怎么离 不动来离啊 不是让你抛弃 或者是怎么样离 是不动 不是让你接纳 不是让你抛弃 是不动 就是离向嘛 六根六成 先从这儿 如入不动 透过这个不动 不管是抽二根肉 抽眼根肉 因为宇宙这么多 是吧 宇宙万法这么多 佛说万法都是你啊 都是空心啊 是吧 但是离了向你才是空心啊 不离向以前 你就是你 你就是个渺小的凡夫嘛 是吧 但是这个离向有很多 但离向从哪修比较好呢 佛说你从六根开始修好 你怎么能说万法都是我 我从这个瓶子上修吧 我从手机修吧 是吧 我从那个茶杯 因为都是你 你就从 有万法都是你 所以从六根 从你 因为受暴是你这个 你感觉到你苦了 是你这个东西 不是你 虽然这个也是你 你不感觉他苦嘛 他苦你不感觉嘛 虽然众生六根都是你 其他到地狱到处是苦 你不觉得嘛 是吧 你感觉到的是这个 所以要修这个 虽然这个也是个假的 要修这个 修你这个机器啊 你父母所生的这个肉体 父亲母学的这个东西 转化这个东西 他只不过是佛给你指着说 因为眼睛也有很多像嘛 你看了很多东西 耳朵也听到很多声音 那你破哪个声音了 离哪个声音了 是吧 你耳朵不是 你听到无量声音 你该离哪个声音 他说最根本的 就两种声音 一个就是动的声音 一个是静的声音 这就是你有很多人 你去离哪个人 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嘛 是吧 他说他把他回闹了 就是说人有哪两个人 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都一样 是吧 耳朵从动 眼睛从光明跟黑暗 鼻子从香臭 是吧 香臭味觉 味觉从鞋带 就是这种 就根本身体离合 根本破的 从这些地方入手破 不分别这些 分别是从这儿破 其实蛮简单的 自我与别人 也是二元对立 我和你 你跟外发都叫二元对立 你跟手机都叫对立 是吧 因为只要你手机 你是你 他是他 就叫对立嘛 因为我们的 原觉真心 我们本来的样子 是无处不在的嘛 没有世界跟空间 无处不在 所以你是听不懂这个 你说无处不在 大家有个处的概念嘛 就是处是个空间嘛 你会觉得无量无边 这就是叫处嘛 加拿大猪还叫处嘛 两个处嘛 所以这些处 但是说无处不在 又没有时空 你就听不懂了 他那个点也没有 所以他是一点一点 都是个说法 没有时空的无处 真空 对是真空 但是真空 真空对我们是概念嘛 因为我们了解不了真空的境界 因为你任何对真空的了解 因为你已经头脑有法相了嘛 是吧 你有法相了 你对真空的概念就是 好像里边什么也没有 你多多少少有个说是 没有法相的境界 但是你又不能够 因为这样跟虚空有啥区别 是吧 如果没有法相 你又想象才虚空 所以他是有意识层面 无法理解破离相的境界的 所以只能离了相 当下你就是真空 但真空是什么 你就是以前 那个时候你坐在这儿 你跟宇宙是不分离的 一切都是你 但是里边没有任何一个法相 如果都是你的时候 里边不会有手机 有各种法相 知道吧 因为 这些东西 包括这个世界的 包括人道 包括六道 人道都是人的 你坐在那儿 戴着夜里的眼睛发现的 在空性里面 你没有人的夜里 你是发现不了人里的世界的 所以你要由佛也看世界 这个世界就 人道的就是个梦境 你要佛也看世界 这个世界就有恒的极乐世界 是没有你说的这些六道的 没有这种苦啊乐啊 邪啊正啊这些东西的 这就是 这个真不是在人道说道的观念的 不是说哎呀没有邪啊 这不是 我们胆战心惊的怕众生 一说到这样的时候 很多众生就是 因为我们是从赛法入所修的 那很多众生 尤其心里揉不得 眼里揉不得杀着对这个世界 主持心里说 那如果是不分别 这个世界是个幻境 那邪了 这个世界会有很多邪恶 很多恶相 很多不正的 有些实在是太坏了 是不是啊 还有地狱到就是 地狱到就是 就是很坏的众生才下地狱 那怎么怎么办呢 是吧想多了 你现在在修正空性 你先回到空性 再说怎么办 周生在梦境中 知道 如果每一个周生 都能了知这一点真理 然后回到 那梦境对他是不受控的 他绝对不会 因为没有自我了 他回到 他一旦从梦中觉醒 他自我会消失 他怎么会做坏事 他肯定会 爸爸在帮你些做的好事 是吧 你不用教育他 都是因为自我 为了满足自我 你才会做这做那 做我有觉寿嘛 他扛不过这个觉寿嘛 觉寿里边有欲望嘛 他就是我要为自己 为我和我的做些事嘛 那觉寿起来的时候 幻境 但是很多 众生是扛不过这个觉寿 比如说地狱到 恶鬼到的觉寿 众生是扛 所以地狱恶鬼 畜生到没法修行 就是觉寿太强烈了 牵引你牵引的 你已经没有办法去抗衡给他 你连听行的 修行的力量都不会有觉寿 但是一个人有散报的人 然后清心寡欲的人 就是这个人就是说 不断地做散行 有一天你会那些觉寿 牵引不过你 为什么要做散行 散行就是有散报 散报就会让你有修行的质量到 就修行的质量 你就会 虽然也有觉寿 但他觉寿的力量 永远不如你散报的力量 恶报熟了觉寿就很强烈那种 反正你怎么往地狱躲 他就往哪牵引 只要把你牵引到地狱去 让你苦嘛 你觉寿起来就保持不动 保持不动 但是如果很难受的时候 去对治它 你说坐在这儿 哎呀我很疼很疼 那柔柔吧 说腿疼我伸开 是吧 全身很痒恼恼吧 就是也可以用药啊 什么 就是方便法嘛 那都叫 最根本的你要回到科学 那是个幻觉 但是现在因为你的头脑 神经系统所有的一切气脉 就粘着的时候 你说只是 这幻觉只是你认为的一个知见 你说真的它不影响你 这个很难的 就算你到头脑念念 你执着在一个 一件事 一个对一个人一件事 下了定义的时候 你执着在一个幻境里边的时候 它死死的困住你 让你生不如死活的 你说这个时候 你哪有心理去修行啊 去解脱 你也想解脱啊 好像就是用不上力 但是 其实始终你要撬出这个幻觉 就是理想 佛说理想 你要了解这就是幻觉 这就理想了 你要深刻的知道 这个真理 这就理想了 佛说知幻觉灵嘛 你知道它是幻觉 你才能灵 你不知道它是幻觉 你跟它靠横 你用多大计 这个幻觉有多大 道高一吃磨高一丈 是你知道它本来就坏 就不理它 不理它它就不会那么强烈了 开腹包了 那就那个时候 有的人就是 你也会很强烈 有的人就没事 一人而已吧 但是这个世界总是 你要在这个世界生活了嘛 尤其在家人 有家大大小小很多事 因为因为众生不是 比如说众生有的人不休息 比如我们去休息 就像大家有的人家里边 有些有亲人啊 孩子啊 他们不休息 他们就执着在那个幻境里很苦 所以你需要入幻境去救他们 是吧 你明知道那是幻境 但是你还得进入他的幻境 把它捞出来 你告诉他这是幻境 他无所谓 他觉得 我是知道幻境 但我很苦啊 因为他不休息 他所以处理不了 他不会努力的 不断的不断的修行来处理 他是 他是只是个概念 说 我也相信你说的对 但我苦啊 但是你说你靠着 你坚持休啊 虽然苦在这儿 你这边坚持休啊 慢慢慢慢 你这个休息的功夫 就与这个幻境的抗衡了 现在不是功夫不到 你幻境厉害嘛 是吧 就是幻境打败你了嘛 是你功夫不到 但是他连这个 休息的力气和心都没有啊 他不愿意休啊 他就完美去苦在这个幻境里了 那个时候你就不断的要入他 你帮他嘛 你要入他那个幻境 告诉他这个幻境 他说 我也知道 但是我就是疼啊 我就是难受啊 我心里烦啊 那你帮助他解决他实际问题 他说我 我烦就是因为丢了个手机 我烦了 你就帮他买个手机 或者是帮他给他的钱 或者布施啊 或者是帮他去出去 就是其实这些的帮助是 最后让他停下那个痛苦 然后去走到修行这块 因为最终解脱出幻境解脱 还是要靠他自己的嘛 还靠他自己的力量和辜负 但是你的所有入梦境的帮助 只是为了能缓解他的痛苦 因为你知道今天你帮助他 满足了一个欲望 明天他又有另一个欲望升起来 他还会陷入自己 制造的那个幻境坑里 终身反正就是在六道不断的龙转 不断的制造幻境 给自己把自己孔上 就是放不下 就是很多的憧恨啊 抱怨啊 这种就是情感 情感啊 很多 就是其实统称身心的欲望的习气 统称这些东西 他会生起身心的觉寿 就是你的认知 就是这些欲望习气 这些东西会导致你 会产生一个定义的认知 这种认知又转过来 又影响你的身体状况 这样反复不断的 这叫我说这种恶行循环 就是身体有绝受了 你就有一个定义的认知 说是哎呀他伤害我了 或者他委屈 然后这个委屈就翻过来 又影响 你觉得你委屈了 受伤害了 你的生理会出现病变的 这就像佛举个例子 说是我们 我们去想到梅子的时候 口里会生口水 你看你只是想到梅子 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一念你的口里就动水大 就会动射体 就是能动到你的射体 水大就会出来 也许你会说 我这个念头没什么力量 没什么力量 你怎么能有水大出现呢 有些人想淫欲啊 或者什么 他会生殖系统 他会流液体 或者 其实这些都是动了水大 因为你的水大会外泄 知道吧 其实这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说你的念头很厉害对你 你认为你受伤害了 你认为你委屈 你认为你在这个世界上不幸福 不快乐 你的认知会动你的水大 让你越来越不快乐 越来越难受 但是你越来越难受 又翻过来 又觉得 我是认知是对的 我肯定难受 这就是反复的 比如说你的六根跟六成 就是说 你见不觉知到幻境了 然后你对幻境 又下了个定义的认知 然后这个 这个定义认知 翻过来又影响你的六根 就是这样 本来先开始是你妄动妄觉 妄念 产生妄想 你坐在这对这个世界 产生了妄想 比如说你坐在这 你看见一个人 或者一件事 你突然觉得这个人好讨厌 或者这个人好喜欢 或者这个人 他怎么看我的样子不对啊 或者是 这个苹果我想吃 那个人说不能吃 突然说是 心里很好不开心啊 我想吃个苹果也不知道 等等 你其实你在这妄动 有一个处境你就妄懂妄觉 然后你认为那个人讨厌你 不让你吃苹果 这 但这都是你想多了 这叫拍援心啊 他因为一个不吃苹果 然后导致你对这个人 产生了看法 然后导致 你认为这个人是讨厌你的 然后导致你就产生了愤厚 对这个人 然后一直导致 最后跟这个人产生矛盾 争取 最后等等 就其实开始的时候 就是一个苹果 然后那个苹果 你吃的时候 他不让你吃 你就不吃就算了 然后这件事突然从你头脑 就过去了 是吧 因为为什么你不能吃 因为那个苹果可能是人家的 或者是 否则你直接拿出来出来 还要问他嘛 是吧 那他不让你去就算了嘛 这件事 从这一个就卡住 从这一个卡住 后面那种就不会发生了 但是我们卡不住 所以坐在这妄动 妄知妄觉妄动 然后产生 不断地产生龙转 因为没有时空嘛 所以每个 其实夜报 我们做的每一个夜报 都是当下发生 当处灭尽 就是当下发生的时候 谁处灭尽 就是时空跟着它 是一起灭尽的 只是我们不知道 其实世界空间也跟着 只是我们头脑 就有一个憎恨 或者有一些思想在延续 所以时间不断地在延续 当下呢 但是你真的需要震到 这一个点的时候 这个世界才不落痕迹 才不生法相 头脑子不再生法相 才不落痕迹 你才能永恒地 存在在极乐世界 就是在任何时候 你都在极乐里面 你都在极乐世界 当然这个极乐 不是人力的欲望 满足后的极乐 它是一种平静 或者是长乐我静的东西 就是安住本觉的一个长乐我静 就是始终是清醒的 但是你的身体可能会病苦 可能会难受 但是你的心是一直是清醒 是叫觉者嘛 你清醒地活在梦里面 就是觉者 你不会迷失 你永远分清楚 你的本觉是 永远分清楚 众生执着在哪个幻境里 有的时候你能帮助 帮到它 它在幻境里 但是如果它在幻境里 你不断地在制造幻境 你有无止境的 你是帮不到它 你一定要卡住它 那个执着点 但是有时候你能帮到 有时候 要在做幻境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